新疆祖国的西部 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 面积166万平方公里 它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销汇处 与八个国家接壤 自汉朝以来就是中国神圣的领土 班朝处使西域 也将汉族与西域少数民族的心 融合在一起 这一集 维特长走进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去探访新疆这片陆瑶的土地 喀什全称喀什戈尔 译为玉石集中之地 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人们常说不到喀什就不算到新疆 我的南乡之行就从这里开始 大家好 我是毛鞋连长 此刻我来到了美丽的喀什 喀什可是新疆的五个地区之一 这个地方它的占地面积有16万平方千米 总人口在2018年普查是由460多万元组成 喀什在古代的时候被称作舒勒 舒勒应该说从张谦出使西域的时候 就来到了喀什 新疆羊肉串在喀什表现的淋漓尽致 这边的女人们就在这个地方穿羊肉 里肌肉 羊排 羊腰子 全都要 在内地想吃到这个特别鲜美的羊肉串 是很难的只有来到喀什 是不是 男的 这个样子吗 都行 你觉得我哪个好看 这个好看这个男的 你们觉得我带红的好还是带蓝的好 你觉得我 你觉得蓝的好还是红的 这个红的漂亮的这个 也好啊 女士是这个样子的 哦 女士前面是平的 然后男是 女士是这个样子的 男士是这个样子的 男士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绿的还是 新疆帽维吾尔语叫做朵帕 南疆人最喜欢把巴黛木和巴黛木花 绣在上面 寓意长寿富裕 除了新疆帽 维族人还就地取材 保持着很多健康传统的生活方式 在喀什街头 一位大爷的叫卖 引起了我的好奇 这究竟是什么饮料 我一定要尝一尝 来 我尝尝啊 一点准备 他说不到汁 其实可能是 葡萄做成的那个 的醋 你还没喝下去 倒一下行了 倒一下行了啊 来 来 好 这样不黑 这样不幸 我想成为那个陆寒一样的 陆寒一样的 对 我知道你喜欢陆寒 嗯 还有赛事件 一个人走到终点 不小心回到起点 在雷大掌这个词典里面 没有害羞这个词 所以路边遇到这么大胆 敢跟我交流的小朋友 他一定要跳一个舞 才能放过他 新疆是歌舞之乡 一支舞能看出孩子们的天真 和无忧无虑 对文艺的热爱也能看出 艺术是人和人之间交往 最美丽的语言 在喀什地区有很多靠勤劳奋斗 过上富裕生活的家庭 喀什小伙小爱就带我去他的新家看一看 你好 你好 你们这些住在这里是吧 啊啊 这房子真漂亮 就你们管这个叫什么 就是 就是你的国家 那个政府以通律 减的房子 然后我们减造一点点 今天雷大掌呢 来到了一户维吾尔族家里 就是在那个喀什的 喀什市里面的 你看这房子多漂亮呀 就关键是二层小洋楼 但这楼房呢 从上面看的就很有民族特色 这个 你的家里面 哇 感觉还没进去就有一种 不添呢 还没进去就有一种皇宫的感觉 完了 政府给我们贷款呀 或者是这块的 反正有这个 这个多少钱 八百多九百块钱就是我们给的 哦 就是说 只要你们出一个乒乓八百九百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属于我们的了 这个房子装修花多少钱 装修的话一般就二十万左右 二十万左右 嗯 差不多花了二十万 差不多花了二十万 主要是因为啥 老爸干了这么多行 也没有这个享受过知道吧 一直就是辛苦 一直就是出累 那就是该我们认为就是该享受的日子来了 我们前一月之前的肉质节不是吧 对 一直都是摆在 这是巴达姆 嗯 这是杏干 杏干 这个我尝得特别干的 可以 这是葡萄干 葡萄干 我们还比这个那边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别墅那个历史也很久了 应该那是罗丹 二十多年了那个房子 待会我带你去应该看那个也可以 小爱的老家位于喀什郊外 这里是他儿时生活的地方 由于搬新房 老房子目前改造成了临时幼儿园 我现在是啊 我真的非常震惊啊 就这个房子很有维吾尔之特赐 对对这就是当时就是 居然还有这种盘旋的楼梯和宽阔的这个大堂 嗯 这地方是用来唱歌跳舞的吗 嗯 还是用来就是这个地主家过生日的 这是我们自己 我们兄弟多 还有就是孩子也多不是吗 就是一家在那阵子就是夏天住这儿 冬天之后再回城 我知道了 现在你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巴异老爷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 这上面所有都是卧室 哇高兴啊 高兴啊 高兴你看那么多孩子都在这儿 虽然我们现在是能直接是做不了这些事情 但只能是战舰方师爷 看到这个孩子非常高兴 出了客厅就是一片果园 虽然占地一亩 却种满了新疆最盛产的水果 哇看看这个维吾尔族人的这个生活啊 出了门就是各种杏树桃树 哇你们这边的这个有红的还有那种颜色比较浅的 药桑是新疆古老的果树之一 维吾尔语称夏图特就是桑神之王的意思 全国只有新疆的南疆栽种 所以市面上非常少见 自己跟 不要哭 你可以就可以有 你都拿上 我说一说 你都拿我在 没手拿 再看我的手 拖着也是 也是的 Bye 你看 你好 这个地方我去了 我去刹车县的乡下 去的就是乌达利克 刹车是吧 这些搬运工都是你的工人吗 对对对 这是我们的专门的保健化工的 是吧 他们那个 他们开多少工夫 一吨15块钱 一吨15块钱 不管装不关卸都是一吨15块钱 这我第一次听说 原来是按照吨来算 按吨算 有可能它是多劳多得 对对对 年轻时候在这个塔石这个地方都玩什么 年轻时候玩的东西多得很 多得很啊 玩什么 跳舞吗唱歌吗还是什么 跳舞也有 唱歌也有 打乒乓球啊 现在就是身体健康 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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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这样 好好的学那样子 你多少岁接得会吗 19岁接得会吗 19岁接得会 那时候是自己找对象还是别人介绍的 就爸爸妈妈介绍的 当时你介绍完了满意吗 就是喜欢吗 喜欢 喜欢 对于维族人最喜闻乐见的就是婚礼仪式 维族婚礼宰歌宰舞的场面 展现了维族人的传统和对美好生活的赞美 举行婚礼时 男方和女方各分两乡 据说新疆人最快乐的时候 就是参加别人的婚礼 成婚仪式完成后 南方抬走新娘到新郎家 高高抬走新娘 除了逗来宾开心外 也祝福新娘能在新郎家宠爱的像个公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麦西来口是维族人聚会歌舞的一种形式 客人品尝丰富的瓜果美食 一边欣赏舞蹈 这时我发现人群中 有一位舞姿曼妙的女孩 难道她就是我要寻找的最美伴娘 你叫什么名字 吴丽博斯丹 吴丽博斯丹 博斯丹 哇 你这个 你的舞姿很好 而且你这个长相很有维吾尔族特色 你是维吾尔族吗 嗯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人群中很醒目 对对对 这边姐妹们都在笑 都在笑 美丽的 美丽的意思 美丽就是花丽 哇 其实都很美丽 但是我觉得她很像香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漂亮的事情是 黄大阪完成了大家的心眼 走到这个维吾尔族最漂亮的地方 在南疆的乡村 这里可是有很多隐藏的富豪 在刹车县的牲口巴扎 富裕起来的当地人 在这里交易着一种名贵的羊 大家看到了吗 我店长现在来到了 刹车县的巴扎 刹车县的巴扎 依然保持着以前那种交易的状态 他们是在交易羊的时候 哇 这些当地的绵羊真可爱 长得像泰迪似的 好像去摸它们 毛也非常的卷 大厨 我摸一个屁股 这个 屁股 哦 多厨 有钱 我摸一只 在哪里 全身穿了 二十七 一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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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么这样一千千呢 一千千 这么养一千千 一千千 一千千 哇 这么养一千千 其实它们收入挺高的 这多少钱 多少钱 三千 三千 哇 大叔说这个羊三千 三千元 厉害厉害 阿曼都是富有的农民 刀狼羊是麦格提土种羊 与阿富汗的瓦尔吉尔肥羊杂交的绵羊品种 该品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 长得快四个月就可以达到四十五公斤 而别的羊要长到一年才能达到 据说当地便宜的二十万上百万一只 最贵的居然卖到一千多万 我想要是这么贵的羊上餐桌 那我还不得吓得不敢动筷子 哇 这个羊居然踩我的脚 握个手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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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疆素来都是鱼米之乡 这里的土地肥沃 卖浪滚滚 现在南疆的农业也向现代化迈进 农田牧场也成为了一道风景 为了一度南疆辽阔的田园生活 我们向当地老乡借了摩托车 向农场进发 往后来到乌达立特乡下这边 这边是这样放养牛的 把牛钉在一个桩子上拉了根线 就过来了 要不是这头牛温柔礼貌 还是不要去惊扰它们的生活 毕竟小动物也要好好休息的 让它们享受牧场的清新才能 更好的产出 好肉 好奶 这个刹车县有20多个民族 主要是以维吾尔族 回族 汉族 以及塔吉克族等等 很多民族所构成 这地方是在库兰山的北路 以及帕米尔高原的南园 也是塔格拉玛干沙漠 和布谷里沙漠之间的 这么一个一块区域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陵墓 是这个阿曼尼沙汉的纪念灵 要知道阿曼尼沙汉 他生于1526年 是这个叶尔谦汉国第二代汉王 拉什德的王妃 他从小天资聪明 能歌善舞 所以说他整理了这个维吾尔族音乐的宝藏 什尔穆卡姆 所以他成为了一位维吾尔族人心中 非常敬仰的女音乐家 有什尔穆卡姆的地方 就有歌舞和欢笑 在刹车的夜市 当地人聚集在一起 一边品尝夜市的美食 一边载歌载舞 把一天的工作疲惫抛之脑后 什尔穆卡姆是维吾尔族 一种大型传统古典音乐 即歌 诗 舞 乐 唱 奏 余一声 2005年 什尔穆卡姆 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悲物质文化遗产引入 但是我发现这些舞蹈 他们好像即兴的话也会跳 你觉得这是什么音乐 他们排练过吗 没有 没有 那你觉得我们要讲一讲 为什么没有排练过 他们也会跳出来 我觉得我们就出生这种 歌舞之乡 这一圈跳下来可不简单 这一圈跳下来可不简单 乐队让多首歌曲连接在一起 足足演奏了三十分钟 要有足够的体力才可以 陪我跳舞的姐姐 早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但看我没有休息的意思 所以只能坚持跳完 这音乐太长了 这音乐太长了 太长了 长了 这一圈跳下来可不简单 谢谢 87 87 87 我的57 57 我跟这个姐姐跳了一个舞 我发现新疆的人 真的是非常会跳舞 维吾尔族 真的 你会动脖子吗 会动一个 会忙吗 这个姐姐会动 OK OK 你会动吗 这个张硬点 沙车的老城 记录着沙车人的生活 这里的建筑 非常具有民族特色 由于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交汇地 各民族相互学习 才产生了如此独具匠心的艺术 可以看出漂亮的建筑里 很多手艺人依然在工作 乐器店的老板 非常高兴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演奏一下店铺里的 民族乐器 我也好奇地和他们切除起 这是固定的这个绳 把这个布 骨面给 对 固定一下 它现在是在修复 然后它等到这个都凝固了之后呢 它就会去掉 把这个都剪掉了 这个多少钱 一千 一千 一千元 一千元 能再便宜一点吗 就一千啊 那应该是手工做的 这是一个旧的吗 您不是说旧的吗 喝了喝了喝了吗 不 不 不 旧的啊 旧的啊 你们给他说啊 这个秦能讲它是哪个地方的吗 哪个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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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否你把它又修复了一下 修了修了 你的朋友在开机上加工 对 这些都是旧的啊 这儿是旧的 这儿是旧的 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个品都在这里 你会弹吗 这一点点 那是吗 那是一点点 一点点 那来弹 但是 给你们的 理人 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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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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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对 对 好棒 好棒 如今的刹车人 生活条件不断提高 而且还搬进了新居 刹车小伙艾克贝尔 就请我去他的新家看一看 你好 我们看到了他美丽的 夫人 你好 行 不知道 这韦日叫什么 鱼蛋 鱼蛋 他们给我介绍了 有那个玉米面做的 玉米面做的 全家菜 平时都是你做 叫我老公做菜吗 他不会 他不会 太行为了 太好了 它是包起来的东西 不是 什么面条 千万比面条 不是肠的那种 不是肠的那种 天呐 他们是喝鸽子蛋 我们来 我先不尝试 你来尝试 先磕一下 对 然后你要把它剥开 对 哇 这汤已经流出来了 就这么喝 对 好 哎呦 喝了啊 好 3 2 1 怎么样 怎么样 哎 其实我 我来形容一下 我来形容一下这个 第一呢 它是顺滑的 随时一下子 就会一下喝进去了 对 对 如果你要是胆小的话 它至少是丝滑的 可以滑进去了 第二点呢 它的确那个心气味 没有那么大 对 没有鸡蛋那个味道那么大 对对对 喝这个蛋有什么好处 有营养还是什么 对有营养 不胜 不胜 对的人 不胜啊 对 男生不胜 特别好 刚搬进新房的小两口 日子过得很幸福 他们用美食来招待我 女主人给我讲起了她的恋爱经历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是可以化妆品店 工资怎么样 我的一万左右 一万左右 一万左右 你看这种 她什么她帅是吧 有钱 她说没钱 什么都没钱 我知道 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她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 条件不符足 特别好 那肯定你嫁给了爱情 对吧 你是嫁给了爱情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男人 就是 对的 能聊得来 能聊得来 你说的非常对 就是 结婚的第一 对 结婚的第一步 两个人能玩到一起 对吧 但是你们 就是你们这些 也有 看中间的也有 看条件家庭情况都有 有没有那个丈母娘说 你必须给我买辆车 给女儿买辆车 对 有 必须得有工作 有车 有房 有房 对 对 但是我觉得你老婆结婚之后 依然身材这么好 这怎么做到的 我要说是 因为这代人是 那个因为吃吃饭运动注意了 还是 还是什么原因 您解释解释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那个什么 我就吃的不是特别多 怕发胖 然后 你也怕发胖 嗯 就吃的少 嗯 还有就是她 就女的 女方面 然后做月子的时候 然后让她吃的 特别有营养 什么什么 必须得她起来了 两个月或者 那个南方 不是 接她走吗 做月子 接她走 那时候 嗯 觉得 必须得把女的 好好的 吃的 喝的 好的 然后把她那个长胖 就有面子那种 也有 哦 结果就再也没有受下 再也没有受下 每一个人 都想变成最好的自己 命运如同手中的掌门 无论多曲折 最终掌握在自己手中 你若寻求财富 不如寻求满足 满足 是最好的财富 新江行 让我看到了一个 朝气蓬勃的热土 这里的人民 充满了工作的动力 和热情的朝气 每当想起这片土地 都给我前行的动力 告别了充满干劲的人们 我的冒险之旅 又将开始 开始地区的刹车人民 生活丰富多彩 叶尔羌河灌溉着这片 富饶的土地 下一集 刘县长体验 南疆人的传统生活 继续走进大美新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河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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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河灌溉